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华的计谋又是什么呢 就是迫使人类沿着自然的意图 就是天意所规定的方向发展 能看起来在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最后呢 却被引向自然的目的那里去 能好像每个人 只在发展自己的天赋 为自己的目的要服务 但是最后呢 由于自然是有一个计谋的 计策的 最后人类的这些运动呢 都被人按照自然的意图 被引向了自然的目的 因为自然造物啊 就是规律了各种物品的 生存发展和实现它的本质 所以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自然界太远了 我们说能吧 人生上有各种各样的器官 人不会无缘无故 生出一个肺来的 人也不会无缘无故 生出一个心脏来的 既然有个肺 有个心脏 有个胃 就一定有它的职能 一定要把它的职能 扮演好 那么自然界也是这样 它生出了人类 也生出了其他的动物 一定服务了各种东西 不同的使命 不同的能力 那么这样一然呢 实际上人也是自然界的 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造物就是规定了各种物品 生存发展 并且实现人的本质 那能有什么本质呢 人就是一种天生的 要实现自然服于天赋的 这样一种生物 那个事物 在实现自己的本质的时候 也就实现了自然的目的 一个环节 这就是内目的论 内目的论就是说 每个就是一个内部的目的 这个内部的目的 会推动你前进 你看上去在实现 自己的内部的目的 最后你实现的 却是自然的目的 那么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了呢 那个康德呢 说那个历史哲学是 伦理学不可缺少的 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他还有个理由 他特别强调 人的特殊位置 人在自然实现 自己目的中的 有一种特殊的位置 首先他也看到 人的目的不是自然的目的 比如人是幸福的 人最觉得是自己的幸福 那么在做自己的幸福 这种追求的时候 这并不一定 就是自然规定的目的 但是同样 人的位置又很奇特 表现在呢 表现在世界是通过人而连接起来的 没有人 世界就是分裂的 有了人 一切都会根据人 而实现成为团聚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一种自然的主人的位置 人不是万物之灵吗 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的重要实现 所以各种生物对最后的发展 进化都没有放到人这个程度 其他的动物 其他的生物 都不能用来实现自然的目的 但是人已经进化到如此高等之地步 人才是真正的实现 自然的目的的一种特殊的这样一个群体 所以世界可以通过人而改变 人有改变世界的重大的力量 强大的力量 因此人是有资格 来完成自然目的中的最后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呢 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自善 中国有句成语 叫做自善自美 这就是孔子那里 把善等同于美了 美就是善 善就是美 那么在康的那里 自善的概念包括着发展 自善的意思 就是从不完善走向完善 从不完美走向完美 所以它是个发展的概念 同时这个自善当然也包括道德的发展 从不道德走向道德 所以自善就意味着 从不合理走向合理 因此也就是理性的发展 那么自然的目的 是追求完美的这个说法来说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呢 历史当然在历史的可以考察的范畴内 你可以看到 那就是人类的道德 人类的理性的发展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经过人类的作用 或者经过自然的大化 世界万物 也从不理性逐渐走向理性 这就是自然法 那么那样一种自善的性质呢 它有一种超验的性质 它要实现的是一个永恒的目标 但是给予人类的 只是有限的一个任务 所以康德在这一部分呢 就有一个时间和空间 如何转化的问题 他说自善来自彼岸 人类只为实现自善而工作 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自善 这句话就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说 自善是彼岸的东西 天国的东西 而人类只能完成的是 有限的自善 而不是完全的自善 这就把自善看成是发展的 等到人实现了 自认为圆满的时候 自善也提高了标准 又向前发展了 所以人还得跟上下去 所以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你一直可以追溯到 无限的遥远 甚至追溯到彼岸去 彼岸就是天国去 但是呢 康德又认为 彼岸也不是一个天国的概念 也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 它甚至就是指 现在不能做成的事 只有放到将来才能完成 所以彼岸也是个时间概念 彼岸指的是将来的完善 因此呢 彼岸在这里就实现了 时间和空间的转化 当我们听到哲学家说彼岸 这个词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小心 它不一定就是指天堂 它也许是人类的 将来的一种理想 现在还没有能力来实现 但将来或许能够实现的 这样一种伟大的理想 在康德谈自善的超年性质的时候呢 他还谈到自善的境界 解决了所有矛盾和冲突 他说只有到那个时候 我们人的中央的矛盾 都得以解决 自然界中央的对抗 都得以解决 他说自然的目的是两元的 人类的生活的基本矛盾 不一定只能放在现在来解决 放在此案来解决 它只有在未来 在彼岸才能够解决 这个话和我们刚才说的话一样 一成意思就是说 那个自善的境界 到能走到最后 才能完成伟大的使命 做到自善自美 但这不是现在能做的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的能够做的部分 就是有限的 就是建立起自然的 社会的道德和谐和理性 这样才能保证能够真正的 自善方向发展 我们现在不能说已经解决了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要去做 就是如何从动物性转变为理性 如何从不文明转会为文明 如何从那个不完善 走向完善 如何从不完美走向完美 这呢就是他的提出的 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目标 这里面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 却是他的另一个想法 这就是人的位置 为什么只有人能够实行 担任这一重任 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康德的解释是很奇怪的 康德的解释第一点 就是人的反本能性 因为人缺少本能的手段 因此人发展了 人就才具有了发展自己能力的能力 这什么意思 就是人已经依靠文化生活了 依靠科学生活了 人的本能性已经很弱了 把一个人放到森林里面去 他不一定能存活下来 他没有很厚的皮毛 把一个人到海里去 他也不能像一条鱼那样游泳 他缺少本能的手段 但人却具有发展自己能力的能力 什么是能发展自己能力的能力呢 就是发展自己的文化 发展自己的文明 利用强大的思想力量 科学的力量 把自己无限地发展 因此人本质上 就是反本能的 它和世界上其他的生物不同 它是反本能的 反本能的意思就是 它既不是为本能的生存而活着的 而是它甚至可以说 它是为反本能而活着的 它是为发展文明 光明和谐而活着的 它活着的目的就是从 没有至上走向至上 不完美走向完美 不理性走向理性 那么为什么人能够 当然这个重任呢 还有一个说法也很奇怪 叫做自然不允许人懒惰 他说自然为了使人啊 能够完成伟大的使命啊 他就希望人处在不和谐之中 增加他们的苦难 迫使他们发展 防止他们生命力的疲惫 生命力一疲惫了 当然就懒惰了 就没有激情了 就干什么事情就不好干了 所以呢 就这个事情呢 就和孔子的鲁家学说差不多了 就是天将降死 将众人与世人也 必先牢记金骨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康德用哲学家的语言 说出了同样的思想 就是说 自然为此人类完成伟大的目标 希望能处在不和谐之中 增加他们的苦难 迫使他们发展 防止生命力的疲惫 康德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对抗产生进步 要使人脱离野蛮的状况 就要使人进入社会状况 进入了社会状况里面 处在一些矛盾之中 那个时候 才能产生进步 这个思想啊 有点像以后的英国历史学家 唐英碧所说的挑战与英战 唐英碧有个很奇怪的想法 说人类的一些进步 都是在挑战和英战之间完成的 假如你给你的挑战的力量太大 也许你抵御不住 你就被消灭 如果那个挑战太小 它并不足以激起你的英战的 那样一种能力 因此也没有意义 它认为世界上延续下来的 二十几座文明 或者在人类意义上 出现过的二十几座文明 主要就是 接受过合适的挑战和英战 那么这个思想和唐英碧的思想 和那个康德思想不谋而合 康德认为 对康产生进步 这样才使人脱离了野蛮状况 进入到社会文明 所以康德就认为 人类发展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的人 而第一个阶段是动物的人 像动物一样生活者 本能的生活者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的人 就是在对抗之中发展之间 磨练之间 第三才是理性的人 或者叫做法则的人 这样呢 人通过这个三个阶段来进化 就从对抗走向了和谐 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当人是一个动物的人的时候 他所在分类于对抗之中 也成立于个人的愿望之中 那个时候的人是自私自利的 不会和人家考虑集体利益的 为什么要联合呢 就是你活不下去了 因为人在抗争之中 只能想到集体的力量 只能在联合之中 才能得到整体的经验 才能得到别人的赞美 才能走向社会 才能产生出一种制度 这样呢 人变成了社会的人 但是社会的人 人变成社会的人的时候 人也不见得就完美无缺了 人的身上还带着动物性 因此就有各种战争 人的动物性 就是通过战争来体现的 那么这样一种战争呢 也未必就是完全消极的 因为它呢 体现了一种防止人民疲惫 促使民族完善 促使民族之间融合的功效 那么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些 康德的这些历史哲学 我们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我们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我们得出结论呢 还是觉得 康德是要求的 是个很强大的人 还是苏格拉底思想的一种延续 还是培养强者 但是与古代的责任不同 康德认为 人类是具有使命感的 而人类这个使命感 也就是自然世界的使命感之一 人者是整个世乱结构中的 一个祖宗部分 但是人类是独特的 只有人类在完成 使自己不断地文明化 最后 才能实现人类大同 消灭一些对抗 让人类获得和平 那么这也就是 一个 现代的人 对他所出生出的 这样一个社会 所提出的建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还是个强者 还是要求人变成强者 还是要求人通过恐难 接受各种挑战 接受各种挫折 最后是直接完善 也是社会和善 这样的一种思想呢 很有必要 我们把它从另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 进行比较 我们说到哲学家的思想 和历史学家的思想 是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的 哲学家往往是宏观的 定性的 从本质上看问题的 历史学家往往是具体的 具体的 非抽象的 分阶段的 看问题的 但是这两者也是可以转化的 哲学家在 勾造他自己的 很伟大的哲学皇国的时候 思想皇国的时候 他总感到 历史学给他一个坚实的基础 而历史学家 在进行人类发展的 命运的思考的时候 他自觉或不自觉地 走向了哲学 所以汤英比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早年的汤英比 是个历史学家 他研究的是 个文明的进步问题 他思考的是 为什么世界上 那么多文明都消灭了 只有二十几座文明发展 原因何在 做何理解 但是晚年的汤英比 他更像一个思想家 更像一个哲学家 他思考的是 人类怎么办 人类怎么才能延续下去 做持续性发展 天地人神之中 人怎么能够使自己发展 怎么能使自己存活 汤英比最后规结 是一个人的理 良心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历史学家 英国学者 汤英比的一些思想 汤英比啊 他是生于 1889年 他死于1975年 他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生平写过很多书啊 他在1922年起 就先后自教于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 等著名的学府 并首度呢 担任政府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的著作最重要的 就是历史研究 还有一部著作很著名 就是人类与大地 他还进行过很多宗教学的研究 中国出版不过一份 他的论文集 叫做一个历史学家 关于宗教的思考 他是专门研究文化史的 他从文化史的研究中 得出很多奇怪的结论 或者多重要的结论 这些结论到最后 归结为对人类的一种劝戒 尤其到了他晚年 写人类大地这本书的时候 他觉得我自己一辈子研究 学问干什么呢 我即将走了 我在走之前 我有一个使命感 我要写一本 可以概观认定的书 我要对整个人类 提出一些 作为历史学家的忠告 人类啊 你必须 按照我的建议去做 否则你就要毁灭 这就是唐英比在 他在人类与大地里面提出 向人类提出警告 我们还具体来说吧 那个在唐英比呢 他既然是研究文化与文明的 那么在他的历史研究 这本书里呢 他就企图把一切的实在 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 都包括在内来进行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人类的 文明历史的总体模式 做出某种概果和某种综合 所以唐英比的研究的学问 应该说一种宏观的历史学 这种宏观的历史学 应该是一种总体历史学 它包括的不仅是一些具体的事件 还包括民族 习性 宗教 国民性 文化 宗教 等等 那么这样一种研究呢 是以文明为单位的 以文明为单位呢 就是超越了国度 它把人类的历史呢 看成 主要是26个文明 它认为文明是历史研究的 最小单位 其实就这一句话 都就是 具有革命性的 挺伟大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后现代主义者要历史碎话 不要去研究大问题 研究小问题 研究个村庄 研究个人 唐英比不是这么看 同样深处20世纪 唐英比却认为 文明是历史研究的 最小节奏 文明是什么 无非是一个人群 一个人群 怎么可以叫做文明呢 但是 只要一个文明 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有自己独特的 那个思维方式 有自己的文化表象 有自己完善的 独特的一套自主 它就可以被单独 成为一个文明 假如这个文明 是发展正确的 它会从小发展到大 假如一个文明 庞大的文明 假如它是走向 错误的道路 它也会崩溃 以后也会瓦解 罗马帝国够强大了 不是瓦解了吗 败产令帝国够强大了 不是瓦解了吗 能力历史发展 就是这么辩证的发展 假如你道路正确 会有小较大 假如你不对 会消失 所以这样一种 进不关的思考 使得沧云比 开始研究宏观历史学 文明既然是最小的单位 那么就是时间了 文明组成一个横向的图画 时间组成了一种 纵向的图画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 一直是把历史看成分阶段的 古代 中世纪 近代 现代 但沧云比在研究文明的时候 他把文明看成平行发展的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概念 而是一个平行的概念 理由就是 人类的原始社会有几百万年 而人类有文字开始的文明社会 只有几千年 这个几千年的发展 或有先进 或有落后 但几千年的发展 基本上 你只能看成他们是平行发展的 没法细分 哪个先进一点 哪个落后一点 因为他们的差异太小了 何况到了现代以后 历史已经不完全是 纵向的发展模式 还会受到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的影响 这样一来 你更无法区分 哪种文化 哪种文明 现今落后 所以沧云比在时间的方面 就提出了一个时间的相对性 时间从哲学上来看 都可以看成是同时代的 因此才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这就是你要解决一个时间的度量问题 否则你说 中国的一些思想 中国的一些文明 比方说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大汉皇朝 怎么可以比较呢 应该说没法比较 有年限差异 有文明特种不同 但是你从同时代来看 是可以比较的 因为它的差异不大 至多也是六千年之内 和几百万年原始社会之比 那你怎么比 所以呢 就是可以比较的 那么文明是怎么能够发展的呢 主要就是刺激和阴障 任何的情况 都是一种刺激 挑战 挑战的压力太大 容易把一个文明毁灭 挑战的压力太小 不足以勾起一个文明 对它进行反应 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 主要是和 和适的阴障 和设度的阴障 和和适的挑战 设度的挑战 和和适的阴障 这样呢 使得一个文明 能够应付来自于 环境的挑战 来自于社会的挑战 这样它就可能走向反融 反之 就会走向灭亡 特别要提倡的 就是个度的问题 设度的挑战 不仅刺激它的对象 产生一次成功的阴障 而且呢 还刺激它 继续起更大的力量 来应付金的挑战 从一次成功 走向另一次新的阴障 挑战和阴障的理论 就是这么来解释历史的 汤英比还把人类的历史 看成四个阶段的发展 它说主要是研究的文明 任何文明啊 它都有 起源 生长 衰落 解体 这四个部分 也可以用季节来表现 春天了 一切都蓬勃伸展起来 然后就到了夏天 更加旺盛的生长 然后到了那个 衰落阶段 也就是秋天了 秋天即使可以说是衰落了 又是可以说结实了 收割了 冬天了 冬天就解体了 灭亡了 但是那个灭亡 也不是真正的灭亡 它还有可能 进行另一个春天 那么从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了 早期的唐云饼 它是很充分的 很发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